工地工程老力活 夫妻倆同心打拼 康春德当时年轻 夜生活花天酒地 让枕变成伤透的心 两人间的冲突加剧 最后太太选择离家出走 印象中有听过慈悸 知道花脸也有个慈悸 内心彷徨无助 又丢不下这个家 一趟心灵制度 一场岁目祝福 牛转的家庭破碎的可能 以前我都以为我自己很苦 但是看到那些影片之后 才发觉原来我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有先生赚钱 然后有家庭 小孩子都很乖 这个是让我震撼蛮大的 观念一转变 夫妻关系逐渐和谐 如今携手同心菩萨道 更用作粗工的手 圆满了龙洞回馈社会 自己曾经幸福过 那因为会一直想说 这个钱真的是 用到真的需要人的身上 那是真的是很有无法的 大一新闻正山美志工 台北报